朋友们好,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听我老宋,砍大山 你说当一个男人穷了 最先看不清的人是谁呢? 又谁会看不清呢? 咱们今天就聊一聊 老宋认为,如果一个男人穷了 最先看不清的人 就是你自己 好朋友,是吗?肯定是的 因为一个人穷了,有点时间长了之后 大多数啊,只有一少部分 可能说废话又好了 大多数人就什么?时间长了就觉得 他没有机会了 然后就开始怨生哉悼 怨什么?怨的多了 怨自己命不好,怨自己没有个好家庭 怨自己没有个好父母 怨这个社会的大环境不好 怨天尤人 怨一怨呢?怨这些呢?之后 再过一段时间就开始怨谁了?怨谁了? 怨自己 你说为什么我不行啊? 就因为我长得不好呗,我长得难看 所以我才不行的 就因为我体格不好这么弱 我才干不了自己的活,我才不行的 就因为我头脑不够聪明 我聪明了我也不能这么穷啊 哎呀 就约这些,要我自己 越看自己又看犯象 越看自己又自卑 自卑玩意就为什么? 自卑,鄙视自己 然后自暴自弃 然后开始什么? 再后就发现什么? 羡慕嫉妒恨 既负度能 掏钱 咬牙切死 他凭什么能这样? 我凭什么就不能? 要破冠破摔 放音自流 这个人就完了 那很多人说了 穷你为什么要这么看不起自己呢? 你不是要穷得穷点吗? 该咋啦,对吗? 哎呀 你没穷过 你感受不到穷过的人的那种 窘迫和尴尬 真的 他们这种 就是尊重穷过的人啊 心里大部分人都很脆弱 很敏感的 心里他心里特别复杂 不知道 而且自尊心极强 你的不经意一句话 或者一个眼神 都能让他的自尊心 受到莫大的伤害 真的 他在人群里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 你平常正常 你说正常是普通人 或者你是有钱人 你脚的别人轻微丑利 可能就觉得他无意的 他会觉得 哎呀,你为什么轻滅得臭微业 或者你随便说一句 哎呀,这个衣服 不好看呢 或者 哎呀,这种穿呗 很正常,无所谓啊 或者是质量不好啊 无所谓 你要跟 求人说 这个质量质量不好 求人就感觉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 你是不是侮辱我呀 你是不是 就人格要的什么呀 自尊心就爆棚 那结果就怎么样 结果就喊起来了 对不对 你就会 你都不明白 为什么就会这样 就爆发了 你觉得 这时候是很正常的 他越想 受到别人的尊重 他越会受到伤害 越穷的人 自尊心反而是越强 不幸去看 所以穷人 他就不愿意跟 大众在一起 就不愿意跟人多在一起 这就什么 什么叫言情莫确人啊 人情莫入众 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 大多数时候 就是你自己 看不起你自己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穷不可怕 当你一旦 自己看不起 自己的时候 那就可怕了 你就没有发生的机会了 其实你要证实自己 你要想 只要我的昨天 比前天强一点 只要我的今天 比昨天强一点 只要我的明天 比今天强一点 哪怕就强一点 你都是成功的 真的 所以说 我劝那些 穷的朋友们 或者穷过的朋友们 或者还 现在正很穷的朋友们 因为老宋也特别特别穷 我真的 穷的反正是 你们可能意想不到的穷吧 反正是特别穷 那点真叫穷 但是呢 靠自己一点一点的 虽然我们不可能 大富大贵吧 但是我们最起码 能做一个普通人 正常人生活 就这样 所以 自己 千万别看不起自己 但是 很多人做不到 真的 奉劝大家 别先做第一个 看不起你的人 那紧接着 看不起你的人呢 是谁呢 就是你的 所谓的亲近朋友了 这些身边人 最容易看不起你 其实好多人都说 哎呀 他们看不起我 怎么怎么样啊 其实很正常 为什么呢 外人不可能 看不起你 离你很远 你说一个陌生人 他看不起你干啥呀 你穷 就离他距离太远了 没有必要 而且你穷 与富 和他没有什么 大的关系 他也不了解你 他没有必要 看不起你 对吧 只有你身边这些人 与你接触特别近的 这些人 才有可能 看不起你 对吧 那看不起你 其实有两种 第一种 是这种人 确实不打地 就是 你看 别人穷啊 和人有 笑人穷那种 就真看不起你 就心里不太正常 还有一种 他不是从心里 看不起你 他挺想帮你 但他又觉得 他帮不了你 他就觉得很矛盾 你知道吗 他又觉得呢 你的贫穷对他来说 可能是一种负担 你懂不懂 就是 他总觉得 你会求我 你得帮我帮忙 我这也不太好啊 我到处 我也真帮不了你什么呀 你说我还得养家呢 我还得养老婆孩呢 我挣钱也不容易啊 哎呀 我离你远一点吧 要不你说你求了我 我是帮是不帮啊 这种呢 你也不能怪人家 那你说 你说我不会求你 你真的不会求吗 你万一他跟你出场 你张嘴了怎么办呢 他帮你 他自己觉得 我得站 他不帮你 会觉得啊 你连这事都不帮我 还和我这么好 还有亲亲朋友呢 你为什么不帮我 人家在想 我也得养家乌口啊 我挣钱也不容易啊 我也没到 可以帮人的程度啊 我勉强可以 自己生活好 有一些人就会觉得 啊你看 你终于我强吧 你有钱 你现在收留二十万呢 你为什么不帮我两万 能咋的 能对上下来 这就是不理解人了 怎么 你知道人 这样子 斩这两万 是怎么斩出来的吗 那是从口里勒出来的 从身上斩出来的 拿着帮你 你知道人这个钱 有什么用吗 人要留着给父母怎么样 人要给孩子怎么样 人家有 人家的规划 所以说 我认为挺正常的一件事 如果不是第一种亲戚朋友 第二种亲戚朋友 可以理解 就我们成为一个普通人的时候 我们身边要一个特别贫穷的亲戚 我们也会紧张 我们也会 有一种负担 不知道该怎么做 就像我那天说过似的 如果特别穷的亲戚 上人家敲门来 一敲门 你一开门 你当着心就在跳 对吧 找我有什么事 找我帮什么忙 这种时候最忧郁的 如果是那种 不讲情分那种亲戚 不会忧郁的 爱 爱干哪里 对不对 反我也不管你 他不会那什么 就是怕有的亲戚是那种 又想帮你 又觉得自己没有能力 又那什么 这种负担 给他压了 所以说他不想接你 他并不是瞧不起你 他只是说 不想跟你太接近 他害怕 他负担太重了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谅解 这些亲戚朋友 谁让我们自己穷了呢 对吧 我们 可以暂时 和他们疏远一点 我们去努力 争取跟上他们的步伐 对吧 然后我们再一起接触 挺好 嗯 是不是 好了 那第三个 其实最瞧不起你的人 而且会经常 瞧不起你的人 是谁呀 是你的媳妇 爱人 和你的孩子 这是一定的 朋友们有的一听这个就生气 啊 女人 就是这样 闲贫爱妇 瞧不起我 还什么 就会埋怠我 什么 你看谁谁谁给你想服务 你看看你 三公子打出个屁来 干啥 干啥 啥不行 吃他 一点钱都挣不来 让我们跟你遭罪 怎么怎么样 哼 这种女人 就不行 怎么怎么样 还孩子 孩子也不懂事 笑过他爸 说你看谁谁爸爸都能耐 你看我爸爸 看你的 是不是 所以男人碰到这种时候 就觉得媳妇孩子 不理解他 太那什么了 尤其是媳妇 这就是先贫义爱妇 败假媳妇 这种女人 不能要啊 其实对嘛 你仔细想一想 当一个男人 当你贫穷了的时候 你知道 深受其害的 谁呀 老婆 跟着你受苦受难的 这两个人是切身体会的 什么亲近朋友 什么 谁都没有 这两个人体会深切 对吧 当你贫穷了 你的爱人 就要负担起 就要负担起 他那份 不该有的责任 他就要去贫 他就要挑起这份重担了 他的担子就要比 别的女人重很多 别的女人什么 我家里还行 我愿意上个班 上个班 我挣点就挣点 我老公呢 对吧 我就管我家 我想 怎么样 他重担很轻 那你爱人呢 就想的太多了 柴米油盐 降组 各个方面 还要挣钱 还要想的 你说他的负担 一个女人的肩膀 能扛得多少 他已经扛得起来了 那你还不让他 唠叨两句吗 你想想 你付出那么多之后 就说两句 而且说的也是实识嘛 本来啊 自古以来 就男人 该撑起这个家来嘛 你男人 你没有撑起来 然后媳妇说你两句还不行了 那怎么着 就得说 对你 你没撑起来 你太好了 你太棒 你是最优秀的 你觉得他说话 你不觉得 你更生气 你觉得他在侮辱你 是不是 我认为 我认为这种女人呢 一种是激励你 一种只不过是发发牢骚 真正看不上你的女人 不会跟你说这么多了 人家就走了 是不是 人家就上外面 该干啥干啥去了 跟你说这些的女人 大部分是什么 一个是激励你 一个是恨铁不成钢啊 还有一种就是 太苦了 太难了 我发发牢骚 怎么了 对不对 再说到孩子 孩子本来就是个 心智不成熟的 小孩嘛 十岁十岁 他能认知多少道理 对吧 那他受到了 牵连是很大的 他们都说了 小孩比的 不要比这个 你不要比这个 你小时候说过没 你没有吧 老宋说过 老宋知道 别人都穿 阿迪奈克的 不是没有奈克 阿迪 阿迪 帝多娜的时候 我穿过棉屋的时候 你不被人耻笑吗 人家不笑话你吗 你知道你多卑微吗 一个十岁的小孩 受到这么卑微的嘲笑的时候 你知道他多伤心吗 那他怎么办呢 那他不怪他父亲 他怪谁呢 随着他年龄成长了 随着他大了 小时候进入社会了 他可能知道啊 当初出了 他这么点儿孩子 你说你要有正确的人生观 你让他如何有正确的人生观 你知道他受到了多少的嘲讽和欺凌 你知道对他的人生 又小的心情造了多少伤害 那他就是跟自己父亲吐露潮 又怎么了 对吧 所以我认为 这两个瞧不心的人 完全可以理解的 反正呢 就是说人生都会有穷我富 我认为就是说 如果你穷了呢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那我们就努力一点 靠自己的双手 去争取 让自己的人生往上好一点 我们不可能大富大贵 什么叫成功 我认为成功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自己身边的人生活的更好一点 这就叫成功了 我们不比那些富豪富不富 我们只补普通人 我们能达到普通人的标准就行了 当你从一个贫穷 达到一个普通人的标准 这就叫成功了 这个时候 你通过的双手努力 你在看自己的时候 我相信 你一定会 庄重的给自己尽忠 行个礼 你会告诉自己 你很棒 是不是 好了 朋友们想想吧 人穷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自己 到了 今天就聊到这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宋 希望朋友关注老宋 拜拜